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自從大陸疫情的封控措施全面解除之後 兩地通關,中國大陸和香港 誰知道效果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人不單止沒有留港消費 大陸人亦都沒有幾多人來香港 絕大部分都是香港人去大陸消費 迫爆深圳很多的夜生活的牆 不少媒體都有說過了,在大陸扔骨 好像要排很多個小時才行 搞到香港的食肆、零售都喊救命 現在特區政府要搞夜市救經濟 那些人都不留下來 你商場開夜一點有用嗎? 全部都上了大陸,上了深圳 曾幾何時,大陸人很喜歡來香港賣東西 湧來香港賣東西 香港人就說他們是蝗蟲 搞去上水踢劫 因為他們在街上擺了陣子 在整理他們買到的戰利品 在整條村買的 當然很多個行李,阻礙了一條路 他們去踢行李,說他們是蝗蟲 誰知道 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現在到大陸人就笑笑香港人 有一個抖音的,他們叫做主播 或者叫播主 抖音的女伯主,叫陸萬BB 在抖音的平台上發佈影片 很多人看 瘋傳 大陸人很多人都有同感有共鳴 他說香港人都快要佔領深圳 自從通關之後,北上的香港人就越來越多 現在香港人逢生週末都排隊過關湧上深圳 這種情況在報章也有報道 他說有一個數據,一個很牛逼的數據 鳥B,也是粗口,大家知道 他引用由3月22日至4月4日香港居民入境深圳人數 統計數字,深圳六大口岸在14日內有多達180萬香港人入境 內地來香港的訪學只剩54萬 他沒有說謊,是真的 那個上深圳上其他的大灣區消費的香港人的人次通關之後呢 就是二百萬計那麼多 就是幾十億 幾十億的消費在大陸 如果那幾十億的消費來到香港的話 香港就發達了,對不對 那這位女播主 女博主呢 就說 過去二十年 二十幾年都是內地人呢 逼爆香港的 在金店那裏大掃貨 避風塘炒蟹 十碟啦 現在時代真的變了 他說連深圳的朋友都跟他這樣說 這輩子,這一世都沒有見過那麼多香港人的 朋友總結出一眼就看到 香港人有四大特徵 香港人有哪四大特徵呢 他不是說那些香港人說這個 港式的普通話 不是說這件事 他有四大特徵包括 他就是一 給錢就必用cash 出門就必帶 洗手液 說話就必帶english 還有就是偷偷摸摸 學著別人 怎麼用手機點單 你知道香港多落後的 是不是 現在都很久都沒有用app來點單 用手機點單 大陸每個都是這樣做的 他說如果有以上特徵呢 就肯定是香港人 然後呢 除此之外 他說 深圳口岸附近 滿大街都是那些日料店 日式料理店 以前直接飛去日本吃 現在呢 去深圳吃便宜的 叫做便宜 便宜 便宜的低桌版 他說分析了 為什麼香港人突然間 擠著北上呢 原因只得一個 因為便宜 是不是 因為便宜 在深圳買買買 開心死這一班香港人 城桌湖南菜 城桌湖南菜三百多而已 唱過K 二百多 又有包奸又有自助水果吃 在香港按摩一次的錢呢 在深圳呢 可以同時按摩剪頭尾甲三件套 跟著呢 就 笑香港人了 嘲諷香港人 你們在香港駐了農 當窮人 來到深圳 躺平就可以了 武佬 吃好喝好玩好 可謂香港人民的滋薄 滋薄 好了 那這位女博主呢 就學香港人那些口音 港式普通話那些口音 就是 嘲諷香港人 怎料就有多少呢 有 一萬三千個轉法 就是我做這部片的時候 七萬六千個讚好 那內地網民的留言 香港人居然也都彎下高傲的腰了 限制他們每人只能戴兩罐 七日只能來一次 大家記得嗎 說奶粉 限奶令 不准買香港的奶粉 現在也要這樣 以前內地人沒有錢 去香港賺錢 現在香港是沒有錢 要入內地發 這樣 說得真是好 風水龍流轉三十年 河東三十年 河西 也有些比較中肯一點 我也不知道中肯為什麼 其實 有不同的意見 其實香港人很多年前 已經北上消費了 不是新鮮東西 過去因為疫情退散 人民幣回復下降 於是消費便宜而已 在香港賺錢 在深圳消費 其實也是挺好的 大陸人沒有錢消費 香港人有閒錢就會享受 別著急 深陣的物價力都快漲起來了 我看完這段影片 都覺得 我感覺香港人 在這個問題上挺節奪 但是這種節奪 好像是很 很理所當然 很簡單 這是一個供求關係 我都說過了 在香港 貴嘛 你說什麼 一桌湖南菜 三百 不知道 三個三百可以不可以 如果成桌這樣吃 是不是 成千銀可能都未必可以 別人在大陸就行了 便宜 而且那個服務態度 可能會比香港更加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人是 在消費的問題上 是很理性的動物來的 是不會限制什麼感情的 北上大陸 去吃一些便宜的東西 好東西 或者是 打骨 按摩 買東西 這個都是人之常情的 是吧 反過來大陸人來香港買 不是因為香港便宜 因為香港可靠而已 我記得未有這個疫情之前 以為很多年輕人 對於大陸 不是很好感 但有一陣 是很流行 香港人去大陸 有些民青 去大陸喝 起茶 那些叫起茶 排隊喝起茶 有些人就笑他們 你不知道喝了什麼化學品落肚 而且在深圳也有很多 民青的 或者是一些民創的 一些產業 都會吸引到年輕人上去 買一些 便宜一些的 民創的產品 那可能你可能就會 就是 會慨嘆 香港 因為是否留不到香港人在這裏呢 香港有沒有 文青的 就像台灣那樣 這些民創的產品可以 吸引到全世界的人去 台灣的民創產品不便宜 我告訴你 我去看過 我真的買不下手 因為很漂亮 不過就是貴 如果是深圳買到的話 那些人就去買 香港是 問題的關鍵就是 香港 是不是 沒有什麼的創意 去留住香港人在香港 即使是年輕人 都想北上大陸消費呢 這個是一個 大家要 去分析的問題 不只是香港人真節奪 就像這個博主那樣說 這個主播那樣說 香港人很節奪 要回去消費 逼爆深圳 如果我們香港人看了這條片之後 可能很多反駁 你上去 吃死你呀 那些化學品 是不是 那些地方 你 廟面看 很乾淨 但是藏污納臭的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你香港本身自己 就沒有進步 連香港人都留不住 你如何吸引 大陸的人 或者是外國的人 來香港 這個我覺得就是香港人要徹底反省的地方 如果你看得到 大陸的情況和香港比較 我真的沒有親身經歷過 我不敢在這裏說 我的觀察是絕對正確的 但是現在看得到 他們的吸引力在於 不僅是便宜那麼簡單 我覺得 有很多香港是 沒有做到的 沒有發展到的 沒有創新到的 一些消費的模式 我剛才說 一些民創的產業也好 食肆也好 一些其他娛樂活動 香港是沒有做到的 做不到的 沒有創新的 大陸有 不僅是應有盡有 你不要只想到那些 黃色事業 邪的那些 OK 那些正正經經的那些 在香港都做不到的 當然香港有很大的自己的局限 其中的局限 也是這個 就是土地問題 是吧 就是 地產 仍然是很霸權 租仍然是很貴 你沒有辦法 好像深圳或者其他 再進一些的大灣區 可以有一個場 大到不得了的 一家大小都要去得到 我看這段影片說 是不是 帶十幾個人上去 一花就花 一花一萬多元 一花一萬多二萬元 大家有很多討論 到底是否划算 我不懂得說 在香港 你有沒有 可以有一些地方 一家大小上去 又可以打掛 又可以有兒童的遊樂 設施等等 在場內 有沒有做不到 你香港做不到這些事情 有很多的局限 在裡面 是吧 這也是土地問題 譬如你香港 很不容易 說說 有些 文青的 文創的 一些地方 有些獨立的書屋 又說 這間又被業主逼遷 加租加成倍 那間又被警察騷擾 是吧 你沒有辦法 可以留得住 一些 即使你有創意 因為這個宇宙大法的原因 沒有辦法 令到它可以有創新的發展 留得住 香港人在這裏消費 即是我自己 如果是要看完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不會 去 很生氣的 就說這個 什麼播主 什麼播主 說這些東西 去野餘香港人 我不會 我不會 我只不過就是問 香港人為何那麼 折舵 因為 很多在香港 因為 當你那個 以前 還是很好景的時候 我們的 這個 無論是普通的店鋪也好 地產大財團也好 零售店鋪 食肆也好 其實是 只有一類客 就是大陸客 大陸人來香港 我們有什麼可以銷售給別人呢 譬如藥妝店 全個上市都是藥妝店 我們銷售給別人 不是因為我們做得很好 他是隨隨隨隨事 但是有很多人去買東西 因為 在香港不會買到假奶粉 不會買到假面網 和假的化妝品 OK 這個就是香港的優勢 那幫人 不需要做什麼創意的東西 就放在那裏 貼個價錢放 你就買 就是這樣 很多零售店鋪都是 是吧 不用做什麼大的促銷 做什麼event 不需要的 你就買吧 來來就買吧 G2000 就買吧 是吧 你看得到 有很多這一類的 香港的老牌的 名牌的店也好 或者普通的零售店鋪也好 包括食肆也好 我打開門做生意 大多大陸的人 扣下來買東西 我還用什麼創新 沒有需要的 什麼都不用做的 是吧 你看到 你去台灣 你為什麼會這麼高興 除了可以去夜市 去掃街之外 別人是你每一年 去一次也好 兩年去一次也好 你會看到有很多 新的東西 你要想再去看 有一個吸引力 他沒有了大陸 台灣 他就要搞很多內部的東西 吸引外面的人 他有很多的創新的東西 你說香港有沒有多少創新的東西 我不覺得有 人家深圳或者是大灣區 為什麼吸引香港人的消費 就是 有很多是香港 即是消費不了的 一些模式 或者一些場所 裡面應有盡有 邪的又有 正的又有 香港還有什麼吸引力 這個播主 講完番話之後 之後很多香港人 都是很不事未宜的 很無人的 即是 香港人以前直接 飛到日本 現在就去深圳 吃便宜的替代品 這個就是對的 因為深圳便宜 那麼 深圳便宜 又好 那就去吃 而且香港的經濟 財富效應跌了 那我都要消費的 那我當然是選便宜的東西去消費 這個是人之常情來的 不過 大陸人 即是你去笑香港人的時候 以前你很厲害 你來香港掃貨 去到那些 中標店 我聽他的說法 誇張到這個程度 買勞力士 好小 一條穿托他買 買勞力士 在那個色鬼那裏 就第一隻數到第二十隻 替他買勞力士 這樣 又是 那些 中標店 為什麼要做什麼 promotion 坐在那裏就能吃了 那這種情況 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PK 有些人說 我終於加入了 資爆的行列 有些 有些聽眾留言 我覺得都挺好笑的 如果你 看我的 對於所謂資爆的分析 我都不知道什麼叫資爆 有些人說 現在就爆了 我經常都不會用這個詞 我只是說中國的經濟是很不頂的 爆什麼 才可以 我用這些是虛詞來的 因為沒有一個嚴格的definition 沒有一個嚴格的定義 在經濟上 那個經濟崩潰 即是怎樣叫崩潰呢 還有一說 知道爆什麼 我只是去分析 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越來越不頂 他都沒有閒錢下來 買 從第一隻數到第20隻的勞力士標 是不是 那些銀行 錢放在鄉鎮的銀行 拿不出來 買什麼 買不到的 也都是 你看得到 香港一旦沒有了大陸的 遊客來 就全部 硬了 全部是 搞不定 這個是香港人要反省的地方 香港政府也要反省的地方 究竟香港的經濟 香港的零售 香港的餐飲 香港的旅遊 還有什麼 還憑什麼 去吸引 其他的人來香港 去買東西 還憑什麼 還有什麼 可以留得住香港人 在這裡消費 我覺得整件事 如果從這個 很囂張的 秒嘴秒蝕 這個所謂的播主 說的話 我們唯一的 我認為 除了生氣之外 除了好無癮之外 除了覺得 十年 河東 十年 河西 或者三十年 河東 三十年 河西之外 我們沒有了 玩完了 之外 如果你在香港的話 還要繼續在香港 生活生存的話 就是要反省 究竟 過去幾十年 香港人 責任 絕對的原因是 什麼 這個 我覺得是 給我們的教訓 就是這個 大家想到什麼 大家又覺得是怎樣 你只是說香港人 是呀 你衰格 為什麼要上深圳消費 除了罵香港人 這件事之外 我看到很多 引述 這個 抖音 這個 女播主的 這樣的說法 然後就罵香港人 為什麼這麼賤格 這麼節奪要北上消費 我覺得這個 完全把問題的焦點 模糊了 我剛才說 這是一個很理性的 經濟是一個很理性的行為 問題就是 一個就是 都是一樣 一個叫Pulse Force 一個叫Pulse Force 你香港拉不拉得住香港人 還是推香港人北上消費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好 再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深圳有快頻道 謝謝你收看 再見 謝謝你 你 конечн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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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